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念水笑 第三百二十四章 那是爱 连真神经的修士都下意识地后退 其他修为更低的更是不敢上前 在死亡面前 修士都有一种本能的直觉 浑身是伤的莫无忌眼中更是迸发出绝绝的气息 他身受重创 此刻除了用清金之心和这些家伙同归于锦之外 根本没有别的办法脱身 莫无忌周身居然空旷了起来 星空中无数的修士围着这块空旷的地方 显得莫名诡异 就在此时 星空中忽然狂风暴击 莫无忌也惊异抬头 跟着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 别动 跟随我一起走 岑淑音 莫无忌立即感受到了来人是谁 手中的天机棍也停了下来 没有立刻哄出去 同时也停下了即将脆发的清金之心 此时脆发清金之心 岑淑音势必难以脱逃 跟着狂风就将他的身体卷起 冲出了这块诡异的空旷星空 立刻有修士反应过来 有人用风盾带他走了 追 用风盾术 别说带一个人 就算是一个人在这儿也走不掉 其余修士更是话都不说 纷纷追了上去 莫无忌不也会风盾术吗 他还不是一样被围住 最后不得不拼命 会风盾术又如何 在星空中四面皆敌 风盾术也不是万能的 熟悉的柔软和香味传过来 莫无忌心中多了一丝暖意 现在他四面皆敌 这片星空里 能冒着如此大风险来救他的 恐怕除了存书因 还真没有第二个人 没有用的 你放下我 先逃出去再说 等你大风绝大成 记得帮我报仇就行了 莫无忌叹了口气说 他不就是用风盾术 结果没能逃出来吗 存书因的风盾术 比他的似乎还差了那么一些 想逃出去 恐怕更加困难 果然 莫无忌话音刚落 几道信号飞溅 已经从二人不远处射出来 跟着这些信号的 是一道道急速过来的修饰身影 存书因没有回答莫无忌的话 只是疯狂的逃顿 让莫无忌惊意的是 存书因的风盾术施展起来 形似狂风大作 可他那轻微的威风 完全是两个极端 按说存书因是女子 风盾术应该更加温和才是 片刻之后 莫无忌感受到了存书因肌肤中 极度的火热传出来 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他当即出生 书因世界 你立即放下我 这样下去 我们一个都走不掉 存书因在燃烧生命 激发风盾术 难怪如此狂暴 这恐怕和他修炼的大风诀有关系 大风诀 听听这名字就知道 不会是什么温和的功法 存书因清泉般的声音 果然变得沙哑干涩 他的话 像是从对面的星空中传来 显得有些妙妙虚无 我小的时候 有一个美满的家 我爹和我娘最疼爱我 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我是最幸福的人了 那一年我六岁的时候 家里来了一个人 他第一眼看到我娘后 就再也移不开目光 后来 他和我爹在房间里 不知道说什么 过了好久之后 我爹又出来和我娘说了好一会儿 存书因就好像一个局外人 在对墨无忌叙述一个故事 与其缓慢 声音有些空啦啦的 后来我娘对我爹点了点头 又说我虽然小 也需要告诉我一声 后来我爹同意了 我娘 就将我带到房间 她告诉我 存书因的话语一顿 一道剑芒穿过星空 直奔存书因的背部 墨无忌勉强以挣扎 身体侧衣同时原理鼓动 那一道剑芒 直接没入墨无忌的后心 墨无忌张口就是一道血剑喷出来 全都落在了存书因的肩膀上 不过在墨无忌强大的原理鼓动之下 剑芒也消散在了墨无忌体内 没有波及到存书因 存书因身体微微一颤 体表的温度更是快速上升 同一时刻 她周围的狂风更加狂暴 她的速度也变得更快进来 墨无忌知道 存书因加快了生命燃烧 她没有继续劝存书因 她知道再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如果这次她还能活下来 那刚才在背后暗算的真神静秀士 她绝不会放过 不管她是谁 我娘告诉墨 如果有一天我想要嫁人了 一定不要相信对方的甜言蜜语 一定要弄清楚 我要嫁的人能给我多少东西 莫无忌莫然 她知道存书因在没有修炼之前 应该来自繁俗世界 繁俗世界嫁人自然要看聘力的 我娘说 如果她是一个国君 她至少要给我一个正妃 如果她是一个商人 她至少要有一半的财产 画在我名下 我不懂事 就问娘 如果是一个和我爹一样的普通人呢 我娘欺然一笑 她说我爹马上就不是普通人了 马上就会成为一个富贵王侯 她忽然取出一柄匕首 插入了自己的胸口 我大哭着叫我娘 我娘用手抹了抹我的眼泪说 音音 之前娘说错了 无论是谁 如果在你需要的时候 她不能为你给出生命 无论她有什么 都不要嫁 记得都不要嫁 如果有这样的人 记得在她需要的时候 你也要给出你的生命 那才是爱 如果不要嫁人 记得不要去占任何人 哪怕一丁点的便宜 听娘的话 娘要走了 莫无计默然不云 她听到了一个悲惨妻妾的故事 一个男人居然为了荣华富贵 把自己的妻子送出去 她的妻子性情并练 宁死不愿做这种肮脏的交易 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渣 而这个人渣居然是岑淑淑的父亲 岑淑淑一心修炼 从未在意过男女之事 恐怕也和自己的经历有关 至于岑淑淑从不占人便宜的性情 恐怕也是受她娘的影响 就在此刻 莫无计听到背后 忽然有人狂呼 他们要逃到吉兵海 赶紧来 吉兵海 莫无计微微一声 她听过这个地方 可荆棘封门一样 是九大绝境之一 这一刻 莫无计终于明白 岑淑淑淑为何一路燃烧生命 施展风顿术 原来她早就打算好了 逃进吉兵海里 莫无计的神念扫过去 立即就看见了一片 耀眼的光圈在眼前闪烁 还没等莫无计询问 岑淑淑淑已然带着她 冲进了光圈之中 随即便是阵阵刺骨冰寒 遍布全身 仅仅是片刻时间 她的肉身就开始出现了裂痕 折腾冰寒 竟然丝毫不比当初 她得到无量续昏花的 那个地下兵士 差上半分 莫无计赶紧运转功法 可就算是如此 依然挡不住身体 渐渐开裂 她立即将 亲近之心送入周天逆转 果然这样 她才勉强挡住了 这种极度冰寒 岑淑淑依然在急速奔跑 莫无计赶紧说道 书业师姐 你先停下来 莫无计肯定 就算岑淑淑拥有冰灵根 但在这种冰寒之下 也坚持不了多久 岑淑淑停了下来 她不是莫无计叫停的 而是自己跌倒在地 莫无计赶紧翻身过来 将岑淑淑抱住 把自己体内的温度 送了过去 岑淑淑脸色苍白 头发已经变成了血丝 她缓缓睁开眼睛 看着莫无计 不用了 我知道自己 已经到了极限 我也知道 你肯定有办法 在这里活下来 我果然没有弄错 书业师姐 我一定要救回你 莫无计赶紧抓住 几枚丹药 送往岑淑淑淑的口里 在她想继续说话的时候 却被岑淑淑淑给挡住 无计 其实我没有听我娘的话 我占了你的便宜 我的那个风车 我根本就换不到 你的凭空进入雷 我自欺欺人而已 还有 那天我说 你不是三修二七零五 不是我的真心话 我知道 你就是她 莫无计 看着岑淑淑淑的样子 心中很是难受 可惜她施展浑身手段 也没办法救出岑淑淑淑 当初岑淑淑淑说 你不是她的时候 自己似乎没有多少感觉 可此时岑淑淑淑淑说 我知道你就是她的时候 莫无计的心 被猛烈地撞击了一下 那被情感伤害的伤痕累累的心 再次多了一丝嫩牙 我知道你和燕儿的关系 你可以冒死去救一个自己的女婢 以一个唾脉镜的修为 进入五行荒语的疯狂 我就知道 你和我爹是两重人 知道我在经济丰门的人很多 能冒死进来救我的 只有你一个 你就是我娘说的那个 可以为自己喜欢的人 付出生命的人 可是我只能喜欢一个人 我心太小 不能 也不会和另外一个女人 去争夺男人 无论是谁 现在好了 我不必去违心 好想知道 有道理的时候 那是什么滋味 你要说 那是爱 无尽 这是真的吗 曾树英 缓缓伸出手了 他想把手放到 墨无忌的脸上 但是他的手 刚伸到一半 就彻底的落了下来 随即 他的头 也从墨无忌的怀里 倒在了一边 再无半点声息 两滴泪水 从墨无忌眼中 滑落到了 陈树英的脸上 墨无忌的心里 一片冰凉 比起他来 陈树英才是 真正的气苦一生 从未体会过 什么是被爱 他轻轻抓起 陈树英冰凉的手 贴在了自己脸上 他也知道 陈树英这回 是真的晕落了 就算是白发掉翁来此 恐怕也无法救活陈树英 不朽凡人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笑 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 下一集